记者肖宇韩台北报道,32岁朱欣怡两年前生下小儿子后受了幼腹胖,更因内分泌,甲状性问题,被中医诊断气种加水种,双种齐下,导致身材如吹气球般圆圆肉肉,不仅被老公为私里冷嘲热讽,就连两岁与六岁的儿子也一起吐槽他是胖胖朱。 朱欣怡先前在节目中透露,老公曾恶毒亏他跟电线杆一样胖,起料儿子有样学样,跟住一起笑他。 今年过完年后,他为工作试装,没想到侧面竟然快比正面宽,后,不夸张,跟塞糯米城一样。 小儿子月月看到他先前拍摄犀利人机的照片,问他,这个漂亮阿姨是谁?让他抄傻眼。 明明发型就一样,他竟然认不出来。 因为受到儿子的刺激,他下定决心认真减重,如今朱欣怡积极运动,控制饮食在搭配中医掉身体,成功减重5公斤。 虽然距离目标还有8公斤,但他害羞说,老公现在看我的眼神都不一样,以前是连走都不想跟我走在一起。 朱欣怡成功瘦下5公斤 朱欣怡提供,朱欣怡成功瘦下5公斤 朱欣怡提供,朱欣怡先前因内分泌,甲状性问题,被中医诊断气种加水种。 朱欣怡提供,朱欣怡,左,于老公未思理,右,欲有二字。 翻摄字典书 朱欣怡提供 resept ostat Marshall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